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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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柯良志 我來自台中 現在在台北 台北市復興高中教書 那我的 教授的課程有 還有書法 還有素描水彩 還有美術史 美術鑑賞 還有這個 所謂的基本 基本的高中的美術 那 私理 除了教學之外 我的專長是 以書法創作為 主要的創作方式 那 畫畫 畫畫 其實還是我的本業 但是 但是我 會把我畫畫的 這個 繪畫的一些想法 跟觀念 運用到書法創作上 那因為我覺得 書法創作 其實在台灣 它是非常有 發揮的一個 空間 所以 所以 我認為 拿 拿 畫畫的觀念 還有 畫畫的一些想法 來做 書法的一個 創作發揮 它是很值得被 期待的 這 這一開始接觸的書法 其實是在 高中時期 那 因為高中 念的是 台中藝中的美術班 所以 接觸到了 因為 因為書法 書法這個東西其實是 跟師誠是非常 非常 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那在 在 念高中的時候 遇到的老師 其實 他的 觀念 其實非常 影響我非常深 那 所以 開始接觸書法 在那個時期 是做 所謂的 基本 訓 基本功夫的訓練 那 也就是說 在高中時候 幾乎已經 接觸了 所謂 書法 基本該會的一些 基本的模式 大概都是了解 但是 並沒有非常深入 那 後來到了大學之後 這個老師還是不斷的 不斷的 鼓勵我 那 那因為 可能我 我在 創作的方式 跟手段 還有一些想法 會跟一般的 寫書法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書法 書法創作者的 可能想法會 有一點 有一點 落差吧 或者是說 他並 我的想法並不是 那麼樣的 傳統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 這麼樣的一個 傳統的 手段裡面 還有那個 路徑裡面 一直不斷的在 在這樣子的一個 正規的途徑下去 做所謂的書法創作 所以我必須 所以因為我又受了這個 西方藝術的 極大的影響 所以 很多的觀念 很多的想法 都會跳脫 出所謂的 傳統書法 這個區塊 那 那當然上了大學之後 書法的這個部分 還是沒有放 可是 不斷的吸收 接受 各式各樣的 這個 創作想法 跟創作訓練 那所以 當 回顧到 書法的 書法創作的時候 呃 很多 很多的思維 都會跟著轉變 那 呃 甚至到了研究所 那研究所 呃 很幸運的跟 那個 呃 這個陳茂元小姐 有 有做接觸喔 那所以 開啟了我第一 建作品 就是所跟行為 還有跟觀念有關的 一個創作模式 所以就 運用書法的 書法的 書法的一個 書寫的行為方式 然後 再結合 再結合我自己的一些 所謂在 呃 從高中之後 所接觸到的一些傳統的 書法的訓練模式 然後 發展出來的一套系統 好 那 回到 所以 再 回來台灣之後 當然 意大利的這個 意大利的這個 威尼斯雙眼展 當然 呃 讓 讓我們 讓我的這個 對於當代藝術的 這個演藉 是 開拓了非常 大的一個事業 所以 回來 回來台灣之後 然後 呃 當然 就開 開拓了我另外一套的 一個創作的 一個思路 那 呃 在 例如說在前幾年 有一個台南 在台灣台南的一個 呃 替代空間 那個替代空間 叫小露台 那這個小露台 他邀請我去做 一件 作品 那 所以我就開始對 對這個空間 開始想說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呈現我的思維 所以 呃 因為我對台南這個地方 並 並不熟 所以我 呃 去蒐集了 相關的資訊 那相關的資訊 其實 在蒐集之前 其實我對台南是 對台南這個地方 是一個 是非常 非常 非常感興趣的 因為它是 台灣的第一個 第一個有行政區 開發的地方 所以我去找了一些 歷史的 歷史書裡面有記載的 一個 一些文獻 還有 收集了 收集了 呃 當地的一些 很重要的 一些景點 那我做了一個 做了一件作品 叫做 書法喝咖啡 書法喝咖啡 那 在這一個替代空間裡面 我直接用 直接用 呃 直接用 表貼的方式 在表貼在牆上 那請觀賞者 請觀賞者 請觀賞者 能夠 在 看展的時候 呃 我收集了十二個地點 這十二個地點 叫做 府城十二聖 我們知道台南的老地方 欸台南的 台南原名叫做 府城 那我收集了十二個 呃 台南非常代表性的 景點 那這個景點 呃 府城十二聖喔 那我邀請 我請了這個 觀賞者呢 只要對這十二個地方 特別有感情的 那就請這個地方 喝一杯咖啡 我用這樣的模式喔 那當然這個中間 觀賞的 觀賞 喝咖啡的這個部分呢 是包含了 你可以拿 拿著咖啡 對著牆上的這個地點 做 潑灑的動作 或者是做 做 呃 呃 譬如說像水槍 很灑的這個部分喔 那其實 其實 因為透過這個動 觀賞者對於我自己 本身作品的這個部分呢 它有一個互動 它有一個互動 那 呃 因為書法是一個 東方 非常激進東方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產物喔 那 咖啡其實是西方的產物 西方的產物 那所以 其實在這一個府城 在這一個小露台 台南的這個小露台 做一個東方跟西方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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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這個手法 其實是會激起 觀賞者的一個激情的 一個激盪的 特別是透過波灑的這個動作 好 那所以 呃 這個展大概展一個月喔 那 最後呈現的 呈現的這個 咖啡的這個 咖啡字 就成為 我作品的一個 呃 等於是 等於是 這段時間跟 觀賞者互動的一個 結果 那這間作品 其實 其實 呃 等於是 等於是 延續了 延續了在 威尼斯雙鏈展 那一套作品的一個 一個 觀念下的一個延續喔 那 這個是 這個是我 這一路 創作來 的一個 等於是 那一件作品 算是一個 小小的結果 雖然說 他沒有 他沒有在 他沒有在 他沒有在台灣很 做一個很廣泛的 的 的延續或發展 這次在意大利的展覽 其實 延續了在台南小露台的這一個展覽的那個思維喔 那 嗯 我選了 我選了 我非常 喜歡 然後 我也非常常去的幾個經典 那麼這幾個經典等於是我自己的私房經典喔 那這幾個私房經典呢 我都用了幾個非常 呃 驚訝的 呃 用中國語會 用這種傳統古文的語會 把它 用了 呃 七字訣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那 這七字訣裡面呢 那 我 我 去除了 潑咖啡的這個部分 因為 潑咖啡的這個思維可能在 在 義大利那邊 跟 當地的 民眾 對潑灑這件事情 可能會有 在台灣是 跟台灣是 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方式喔 那所以我省去了這個 潑咖啡的方 的這個手法 那 只是純粹的把它 做一個 表貼 還有做一個 呃 視覺的呈現 那 期望 帶來的是 呃 因為 因為其實 呃 旅遊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喔 特別是 在旅遊上 在旅遊的途中 我還會做 攝影的這個創作 因為我的 我的攝影 是 是用 史下非常 年輕人蠻喜歡的一個 Longmo相機去做創作 它是一個復古的 底片機的呈現 所以 所以 所以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經典 我的所謂的四方經典 還有 我自己 會規劃的路線 都有做 呃 一個 我認為 還 還 還蠻值得 還蠻值得 傳 傳遞訊息給 各地 呃 或者甚至是 意大利當地的一些 呃 民眾能夠 做 做一個交流 這樣子 那所以這一次去 我出了這幾個經典 能夠 呃 做 做一個 跟當地的 呃 觀賞者能夠做交流之外 我 期望能夠 期望觀賞者能夠在 看到這樣子的 書法作品 或書法文字的時候 那 然後 當然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翻譯 或者是解釋喔 就是 陳述 台灣 台灣 我 我所 陳列出來的這些四方經典 會有怎麼樣的 一個 一個風貌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風景 喔 從 從文字裡面 可以傳達出來 這樣子 那 呃 呃 期望 期望是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能夠 傳達 能夠在意大利的 這個 另外一個端點 能夠 呃 傳達出來 這樣子 呃 成為藝術家其實是 其實我不敢說我自己是藝術家 但是成為藝術家是 呃 可能是我從小的一個夢想喔 其實從小就覺得當藝術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那 其實我現在也不是藝術家 我是 我是 老師喔 那 可是其實當老師並不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期望 能夠朝 藝術家這個目標邁進 在台灣要成為藝術家其實是 其實 要 用藝術家來混飯吃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非常激進辛苦的事情 那所以 呃 很多藝術家都 就是 退而求其次去做其他的行業 那他的 他的副業才是所謂的藝術家 那 什麼時候可以讓藝術家這一個行業變成主業 我相信是所有藝術家都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 我覺得藝術家 藝術家在我的體內 也 我認為是 個性使然喔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 或者是每個藝術家都有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 處世的態度 那我認為我 我處世的態度是一個非常 一個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 非常 呃 散漫 或者是 或者是一個 講好聽一點是 比較浪漫一點的個性喔 那這個個性是讓我 讓我 讓我認為是 藝術家他必須要具備的一個特質喔 那 當然也有非常嚴謹的 嚴謹的藝術家 那 可是 呃 有的時候這些 這些個性都會反映在作品上面 只是說 只是說 這些 不管是 嚴謹的藝術家 或者是浪漫 浪漫派的一些藝術家 我 我認為都是 都是 能夠 能夠在藝術的這個 殿堂 能夠有 有所發展喔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 如果我真正 哪一天 我真正成為一個 所謂專職藝術家的時候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藝術這條路 呃 我會走得更 更 暢快 更 更透徹 甚至 甚至更 更 更 更淋漓盡致 我想 包括創作 還有包括我自己的 一些 想法的實踐 諸如此類 那 也期待 也期待 我的 創作路程 能夠 更多元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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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實踐力 這樣 更 更有實踐力 這樣 是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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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